大酒店公佈上季本港酒店的出租率很可憐 只有36% 也不算可憐,威尼斯的出租率只有1% 是嗎?100間房只有1間房 本身酒店只有幾間房,幾間房都變成鑽石租 真的很可憐 大酒店平均可出租客房的收入原來是1714元 這麼便宜,半島 有些廣告的高級酒店,以前也不敢進去 房價便宜了,還要送舖票 還要送食物 還要送兩句,還要送早餐給你 是嗎?沒辦法 按年計算,1,700元房間的價錢 其實按年急跌了65% 真的很可憐 其實我們說上季即是去年第四季 都已經這樣,今年的第一季應該是更嚴峻 而頭兩個月的收入,其實他們按年都已經有的數字 是跌了21% 至於第一季應該會錄得經營規則 很正常,你錄得營利更可憐 應該沒有辦法了 因為一路會有個開支在這裡 是的 但哪有客人呢?沒有了內地客 現在連外國客人來香港都要14天的檢疫 是的,更加少人來 沒錯 這些商務酒店才這麼貴 更加難捱 我相信他們未來一定會怎樣 好像當年沙士那樣 不斷大搞本地客的優惠 就是了,我們就要準備進去煮這些 我們以前就不敢煮 我們不敢進去 四、五千元晚的酒店 睡到床被扁掉 再下去吃的蒲菲 當年大家都是這樣想 現在我們開始去 做豪客 讓五星級酒店去復仇 對,復仇 看一看也要減少 會有這個意欲